《群育學校》 致力為在學校和家庭面對個人行為 或情緒上困難的學生 提供學習支援和加強輔導 幫助他們克服在成長中短暫出現的適應困難 提升學習動機和生活技能 香港現在有8間資助的群育學校 其中5間為男校、3間為女校 當中有7間付設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院舍 提供住宿訓練 學生入讀一般為期一年半 會視乎個案進度 令設短期適應課程 讓面對不同困難的學生 短暫抽離原校的環境 盡早返回普通學校就讀 我們致力營造一個充滿愛、包容、希望和機會的環境 讓學生增值自己 當中包括以下範疇 1.品德及情緒教育常規化 我們照顧有中度至嚴重情緒困難的學生 學生大多面對不同程度的行為和情緒困擾 所以我們積極發展情緒教育 協助學生明白自己的情緒 學會在逆境中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透過理性溝通 了解別人的感受 從而發展個人天賦 從拾前進動力 再透過德育和國民教育 讓學生明白自身和社會的關係 貢獻社會 2.重視教育學 提升學習動機 群育學校 除了重視得育之外 同樣重視學生的學習 我們提供主流課程 一班十二人 課程內容會因應學生個別能力 強項和學習需要作出調適 學校透過整合的科學科課程 以體驗式學習 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培養自主學習態度 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和正面的學習經驗 3.發展生涯規劃 建立多元出路 我們期望能夠建立學生自我價值 鼓勵學生有不同的嘗試和體驗 發展多元智能 建立多元出路 我們會舉辦不同類型的興趣班 資歷認證課程 職場試工體驗 考取校外證書等等 為他們升學提供機會 也會與大專院校合作 等有能力的學生 考上大專課程 4.跨專業協作 配合學生需要 我們設有跨專業團隊 提供更式設照顧和專業服務 會針對學生的問題 提供適切輔導 我們也重視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 也會與院舍合作 加強學生的生活紀律訓練 5.家校合作 回歸家庭 部分學生家庭支援博弱 也欠缺親子溝通 我們重視重新連結 學生與家庭的關係 所以學校與院舍緊密溝通合作 協助學生 重新與家人建立和修的關係 經常商討 適合學生的培育計劃 提供更式設的服務 我們也積極邀請家長 參與學校和中心的不同活動 定期舉行進度會議和進行家訪 讓他們見證子女的轉變 重拾信心 我們8間群育學校 也透過學校夥伴計劃 成為資源中心 協助學生順利 並持續融入學校生活 回歸家庭